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全副武装了 我身边的海鹏子大哥也已经全副武装了 大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服装行不行 我们这个服装都是由胶皮制成的手套和靴子一体的 后面我们背的这个是氧气罐 对 这是呼吸器 呼吸器 这一套装备就是从穿到完毕之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四五分钟就完整了 今天准备下去打捞一些什么呢 打捞这黑色螃蟹和一些贝勒拉不到的 一定要保证安全 好了 大哥接下来看你了 好 好 好想想啊 这么简单啊 好想想啊 你别按住啊 好了 我打头一泡了 我们在这个长岸仙广路岛这边海域啊 已经经营的这个海参行业二十年了 我们这是属于北纬39度的黄金海域 而我们这的海参它生长周期更长 营养积累的更多 营养更丰富 海底的资源又特别丰富 更适合它的攒植生长 海参吧 海水到三度以下它就开始冬眠了 现在这海水的达到四度 它刚刚苏醒过来 刚刚开始进食 现在这个海参吧 肠子里面它没东西 它的皮子挺厚的 口感还挺好的 哎呀 我们海蜂子大哥已经上来了 来 大哥 你好 你好 辛苦了 辛苦了 大哥 这个海参能不能生吃啊 可以啊 可以生吃 对对对 那给我开一个 好嘞 这呢 是这个五年以上的生日 地狱五年它没有这个皮脂 刚刚啊 皮脂多厚 哎呦 真厚啊 哎 好了 来 尝一尝 尝一尝啊 大哥洗得非常干净 就直接咬就行吗 直接吃就行 看啊 先给大家看看 我们这海参是这样的 然后那里是这样 非常肉质 非常厚 捏在手里硬邦邦的 我现在咬一口啊 嗯 口感能感受到非常丰富的肉筋的口感 你需要很使劲地嚼 吃这个海参有什么好处 嗯 方感冒 我正好在感冒 哈哈哈 我们在海参做网香 把那海参放里面 让它们产卵 自然繁育 当海参长到像大米粒那么大的时候 就把它投到海底了 让它自然生长 这属于开放生养殖 在海底吧 也不投药 也不投那个耳料 基本上就相当于野生海参 我 我想要做完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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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